川普的個人啊 他的一些動作 我喜歡他的帥真啊 川普動帥 很希望他可以這樣選 這樣我們就可以放棄參加好了 川普動帥 川普動帥 我支持川普是從他第一次當選的時候 我覺得他這個人勇氣可嘉 什麼事情都敢說 雖然有些人覺得他的言語呢 有一點暴衝 可是我覺得這是一個真誠的一個表示 川普的政策是美國內部的 我是沒有特別去關注他啦 但是川普的個人啊 他的一些動作 我喜歡他的帥真啊 跟這個 中國呢 這個貿易的這個 談判啊 有些事情啊 所以說我們雖然是老百姓 可是我們也都在關心他 因為我們是做環保的 那環保的這個地域是全球性的 那美國他有帶頭作用 那我們當然也很支持 是不是對台灣有利 應該是有吧 畢竟這個中美關係也都是幾十年來都不錯嘛 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美國有一個很好的一個 對台灣好的領導人 那我就是比較喜歡川普這樣 其實恢復這個是正常 估計的有些人啦 就說我們有放假什麼什麼 他們就亂菜 我們是準備當選採訪 所以我還是很有信心 川普會當選 開票會結果好像明天就知道了嘛 希望大家也支持我 川普動贊 公司長一下心情 就是看我這樣的政策 很開心啊 而且 而且 川普動贊 董事長本來就是一個 瘋狂的川粉 現在公司每個員工 就是 都要扮成 像美國隊長這個樣子 很希望他可以當選 這樣我們就可以放十天假 董事長我想請教一下 我們之前在2017 2018年 今天是不是有一些 廢棄物處理法的官司在進行中 因為我們做的是環保事業 那環保事業我們是做裂結 裂結以後 會有很多不一樣的一些產品 那這個產品的角度 跟這個認知上有一點不同 我覺得這是我們的產品 那環保局認為這是廢棄物 所以呢 他覺得我們是一個 委婉廢棄物清理法 實際上我們不是 我們這些都是可以再利用的 一個產品 所以認知上的不同 那環保局也不管 就請檢調來跟我們說說 我們實在是很冤的 那我們現在官司也一直在 處理中 審理中 第一審的話 這個法官也審理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最後他決定認知 我們是好像有違規 而不算違法 所以他給我們的一個緩刑 讓我們去趕快把這個事情 處理好 這樣